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副市长邱佩玲出席颁奖典礼 肯定出自于创作者 内心诠释基隆这座 有爱城市展现基隆的 乡土情怀 以前都出去两三天就回来 现在这个村都会去一国 要自己不怕 不怕土 真的碰到大风大浪 就在海边漂流 海阶那人比较有人情味 有志情 大家都会互相 但是我们平常比较擅长的 可能是针对人物的访谈之类的 这种记录的影片 所以我们就想说 不然我们试试看 就是用比较记录的方式 然后就是比较人文的 这种手法来记录基隆的美 然后其实我们在 就是我在设计这个影片的时候 就在思考说 其实就是大家都说 现在的科技资讯 其实很发达 或者是发展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 拍照或者是录影这件事情 就是用记录的方式 是我们可以跟受访者互动 然后就可以体验到 就是这种人文之间 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我觉得是这个城市 或者是这个比赛之间 一个很美的 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基隆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充满着 很多故事的一个场景 当然也是有很多电影 都在这个地方取材 不过就是那整一个氛围 然后以及那个所谓的人情味 你在菜市场遇到人 你在鱼港上面遇到人 都会觉得带着 你就会觉得 好像都很有故事 而最佳导演奖 最佳剧本奖 最佳手机奖 和杰出作品奖 每一件作品 都从基隆角度出发 呈现人文风情 和有爱的城市 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肯定创作者的用心 用镜头呈现美丽基隆 美丽基隆有爱城市 透过不同人的眼光 让他们描述出 对基隆这一派地方的爱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有从风景的 有从人文的 有从最细节的环保 还有各式的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基隆的美 更重要的是 基隆的文化的内涵 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义 也很棒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在地的 基隆有线电视 可以为在地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好 恭喜我们的金奖得主 乌子谦 而摄影组金奖 由观音大事 批诱邮轮获奖 就像观世音菩萨 无时无刻保佑基隆这座城市 更是与今年 由爱城市比赛主题相呼应 是不是有机会或讲 大概就是怎么样去说这个故事 那这一届的这个比赛 这一届的比赛我觉得 每一个创作者都有 他自己的叙事方式 所以我们在培选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其实很高兴 会看到那么多元的影像 而且有非常多自媒体的创作者 都拍出非常好的影片 所以我非常鼓励就是 年轻人可以思考一下 除了在画面之外 怎么样透过一个精彩的叙事方式 去说关于你想说的故事 除了颁奖典礼 活动特别安排 岳玉梅合唱家族 登台做开场表演 多首精选怀旧老歌 高水准唱功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那看到金融很多很多的进步 所以呢我特别带六个合唱团 我们一报名就86个人就额满了 特别来除了今天参加这个盛会 我们还要好好的一日游 把这种最漂亮的地方 秦仁湖啊 和平岛公园啊 曹青公园啊 外木山的步道都走一趟 我觉得原来整个世界 可以用眼睛看到 可以用笔画出 最终是可以用声音来唱出来 那这回的合唱团是一个好朋友 岳玉梅老师的合唱家族 他们唱得很棒是 每一个歌 他都搭配了一个人来表演 搭配了一堆活动 我觉得这个表演的层次 是可以在国家剧院可以看到的 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 可以让他们演出 第六届美丽基隆摄影比赛 分为影片组和摄影组 摄影组参赛作品有407件 影片组有38件 报名相当踊跃 所有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12月14日 在基隆东岸商场二楼展出 另外也将在基隆公用频道 和美丽基隆YT频道播出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争取80万元 为地内国小桌球训练场地 铺设比赛专用的地垫及塑胶楼梯 身兼基隆市桌球委员会主委 的市议员曾继言和校方 由衷感谢 不同世代不同国小的桌球校队对决 气氛融洽没有杀气 曾经是信义国小桌球校队出身的 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特地争取80万元 为暖暖区地内国小桌球训练场地 铺设比赛专用的地垫 以及树木楼梯 帮助发展桌球重点学校 近年来比赛成绩更是非常出色的 地内国小桌球队更好更强 希望培育出下一位的台湾桌球之光 我小学的时候也是信义国小的桌球队 那因为现在这几年 这个各个学校都有发展他们各自的特色的一些才艺 那所以说现在 据我了解 现在地内国小是这个发展桌球的一个重点学校 然后为了让小朋友有更好的一个场地 所以说我特别争取了经费 争取了更换他们所有的地垫 是这个国际比赛用的地垫 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地垫上面学习更好 那因为桌球练习室是属于地下室 所以说我在他们的外面呢 他们的楼梯我也用硕木的一个楼梯的材料 因为它可以防潮然后也可以就是防霉 所以说让小朋友的练习场地能够更有品质 因此在得知地内国小桌球队有训练设备上的需求时 何淑平不分区争取经费 协助发展桌球运动 这也让身兼机动室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 曾经岩和校方由衷感谢和肯定 我想这个地面布设以后 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的运动选手来说的话 他们在运动方面的话 会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膝盖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再来对他们以后的练习环境都有所改善 那也真的很感谢我们何淑平议员 支持我们地内国小的桌球队 那我想地内国小也是目前基隆市发展最重点的一个学校 尤其我们这个是国际标准迷你的地板 对孩子训练除了有帮助以外 他又可以像刚刚主委讲的 能够孩子不容易受伤 所以我想说真的在这边代表全校的师生跟家长 感谢我们何淑平何淑 曾经岩 曾主委 谢谢 由于目前信仪区和仁爱区都没有发展桌球运动的重点国校 因此对于能够尽一份心力协助地内国小 持续培育桌球人才 何淑平表示对于曾经身为桌球人 很开心也很荣幸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同样式地内国小市议员李敏勋与曾宜芳 捐赠了两台乒乓球桌 另外基隆市米股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吕之汉 出资5万元给球队使用基金 希望帮助地内国小的桌球队更好更强 基隆市议员李敏勋和曾宜芳联手混双 对打地内国小桌球校队代表 双方你来我往来一场激动 却不激烈跨世代的友谊练习赛 对 对 对 暖暖区地内国小发展桌球不遗余力 近年来地内国小桌球校队比赛成绩非常出色 因此杰出校友基隆市议员李敏勋 特地结合市议员曾宜芳 个别捐赠乒乓球桌共两台 以及基隆市米股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吕之汉 出资5万元球队使用基金 分别出钱出力 希望帮助地内国小桌球队更好更强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公寓散骑士 那必先立骑器 所以说这个桌球好的一个设备呢 才能让同学有一个好的这个设备来练习 那进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项 那所以说我们不只是捐赠这个桌球桌 那我们希望在明年呢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内国小的这个桌球教室里面呢 可以来继续来购置这个冷气 因为这个地下室真的比较闷热 那同学在练习或是在比赛当中 都会大量的这个流汗 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冷气的设备 可以让他们在环境上可以更加的舒适 今天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跟设备 才有办法让小朋友更加的去充分去练习 他的才艺跟他的专业 所以在这里真的 也谢谢明信议员跟居汉哥 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来为我们地方的学校来做贡献跟服务 地内国小这边教练 还是整个学校打球的风气都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说希望丁内国小可以为基隆可以增光 所以我希望说他们有足够的经费 还是说什么可以去建设完善这些设备 对于来自议员和民间的资源 益助和加油也受到校方由衷感谢 我们丁内国小所有小朋友跟家长 感谢我们敏心议员 宜方议员 还有我们居安爸爸 我们桌球桌有很好的设备 然后居安爸爸这些金正的五万块 我想说我们一定会赚款赚用 比如用在孩子对外比赛 孩子的服装啊 奇才的天购啊 这个会交给我们教练全体处理 而对于基隆市米股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吕俊翰提出发展三岁以上幼童桌球的建议 也受到李敏勋和曾宜方的支持 希望从小扎根 培育更多优秀桌球人才 创造更多台湾之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在市议员连恩典和暖暖区公所的支持下 在定想里面活动中心举办水下文化资产为行展的活动 更培训地内国小学生成为小小导览员 为社区的民众来解说 地内国小同学化身为小小导览员 为社区民众解说水下文化资产 一般来讲所谓海洋生物大家都知道 但是水下文化资产是什么呢 就不是每个人都了解 因此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特地和暖暖定想里合作 在市议员连恩典和暖暖区公所全力支持下 特地在定想里面活动中心举办水下文化资产为行展活动 是想要打破以往民众到海洋科技博物馆里面看展的这个过程 我们希望主动地把这些展示内容 好的内容引进到社区 而且我们培养我们的小小导览员 就是定例国家的学生 让他们可以来当解说员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可以教养他们的这个表达能力 身为我们基隆在海洋城市的一名 我像这种东西不能理智到 特别透过小朋友来这样子来教导我们 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我们 那样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连结 所谓的水下资产真的是很陌生 所以当博士跟李老师来说 要不要在社区也办这个违行展 哎呀 怎么可以不要 当然 那海洋馆其实那边很漂亮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不错的餐厅在那边进驻 然后不是只是说博物馆 没有什么什么样子 有什么好多年 博物馆某个程度上面 也是可以带小朋友 可以带家人 过去轻轻松松走一走的地方 举凡水面下的结构物建筑物器物 人类遗骸船舶舶航空器和其他载具 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 以及周遭的考古脉络和自然脉络 都是水下文化资产 因此为了让社区民众更了解 特地培训地内国小学生成为小小导览员 现场为民众解说 让以往在海科馆的科学学术性的展出 也能够走进社区更平民化 是由我们小朋友自己亲自来培训 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海洋国家 海洋城市的一些文化资产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项活动也是海科馆展览 走进全市社区的第一场 是创举也是示范 未来希望结合其他国小的社区 持续办理 机则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人事作为 引发质疑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在联合总质询时 提到谢市长上任不到一年 一二级的主管异动就达到了277人次 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政推动 金融市议员曾宜芳以自己关心的 百福车站电梯更新进度为例 担忧是否承办人员异动频繁 恐怕会对地方建设推动造成影响 我们新接手的承办人员 是否都对各自的领域 有一点点的专业 本席在服务民众与各科室的对谈中 就发现有几个业务相担反重的承办人员 自身并没有相当得专业度在 甚至接手上任后才开始补专业知识以及学历 对于业务上的交流有没有影响 有 我相信不论是在回复上 或者是时间上 通话次数上 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市议员洪生勇更以数据显示 市长上任后还不到一年 一二级主管异动就达了227人次 其中在11月异动更有60人次 异动频繁将让公务人员心生恐惧 人事不稳定 市政怎么会做得好 其实嘛 今天真的要问一下 这个人是所有的专门人员 心不懂吗 心不懂吗 我担心的业务做做得好 别人做得好 但是没有照照 我不知道 我这个所在 多久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参加处 我今天在社交处 我今天在参加处 人事如何不稳定 人事也不稳定 你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 谁都做得不好 市委震责责责疑 许多调任与专业无关 强调市长需要的是极占力 不是人才赔利盈 我们是公署 不是私人公司 好不好 不是私人公司 就是说我们董事长 跟市长是不一样的 是 董事长跟市长不一样的 董事长或许可以当皇帝 市长不是皇帝 是 是 了解 好不好 对啊 你要做这样的人事调动 你要做这些人事调动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思考过 它能不能够成为你的极占力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 做出回应表示 只要符合专业与直系 他希望能让科长有轮調机制 同时会进行滚动式调整 最重要的是 恰功民众的感受 第一 我想要在我上任以后 在某些位置呢 来进行轮調 就是说 只要基本上是 大致上 是他们的专业 跟他们的直系的部分 我希望科长们 会有一些轮調的机制 也不要让一个科长 在一个位置上面 坐得太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 我希望其实在警察局 或者是在财主单位 也有一些这样的案例 那第二就是说 我希望不要一次调整的太多 我希望做滚动式的调整 所以滚动式的调整 就是大概一个一个左右来调 那这个是我的做法 那见仁见智 因为我自己以前 在企业也是做 所谓的滚动式调整 那我也并不想让某些官员 或科长觉得说 这个位置是他们的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 其实都是属于市政府 一样都是属于基隆市民的 那当然在这过程中 我的确也有看到说 有一些人他的配合度 并不是那么好 那因此我也会来做调整 你如果说 所有的公务员都是很好 那或所有人都是不好 我觉得这都不是客观的言论 我相信从民众的感受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 公务人员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觉得从民众的感受 我觉得会是最深刻 秀良表示 只要公务员对民众有帮助 他就会善用他的长处 他也希望任内人培养出一批 年轻优秀的科长 来做市政工作 服务民众 记者张启腾 参与报道 主要是一呗 谢谢 谢谢 你们家的一员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你嚇嚇就好 真不好吧 请他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 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 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都给妈妈做了 那再加车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营航教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哦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奖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券后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能算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顺帐安心 GO 吉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圣围里 工期陆区将暗夜分区分段施工 部份车道会编辆车辆车辆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吉隆市议员林敏勋在总直询 要求持续推动改建现有暖暖区公所 成为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 也可以改善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吉隆市议员林敏勋在总直询时 持续疾呼市政府应该改建现有暖暖区公所 成为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 也改善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暖暖区行政中心 我们的这个规划进度报告 那因为去年其实有编列一条 180万的这个委托评估的规划案 那我想问一下市长这边 是不是现在目前规划案的进度 向我们市民来报告一下 吉隆市长谢国良大巡师表示 会规划利用都更的方式来推动 我们今年有设都更办公室的预算 那现在正送进来议会 正在审议当中 那一旦这个报告预算通过后 我们第一批派出来的人力 就是会针对我们这个暖暖区行政中心 因为你知道暖暖区行政中心旁边 都有一些其他的民间跟政府 持有的一些住户跟民宅 我们基本上还是认为说 一个区域来做一个都更 比单一的建物来进行重建 我想它的效益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很抱歉在这个上面 这一年来可以这样讲 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进度 但是方向是有的 所以这个方向就是说 我们在有了这个都更团队以后 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整合周边 另外林敏勋提出 殡葬所应该要持续协助大体路链时 摆好库前和莲花的服务 相信市长的好感度会更高 我真的讲失责为大 大家最伤心的时候 就是在帮这个我们的亲人 或是家属来做一个告别 那这个其实失责为大的 这个服务我觉得其实应该要更落实 这样才会让市长您 对于整个市政推动下 然后让民众对于你的观感度 会更加提高 刚才张恒议员其实有提到 你这四个北北七桃 四线市的这个看好度 跟这个好感度是最高的 那如果这一项 殡葬所的业务能够再补足 我相信你的看好度应该会更好 好 我想您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期许 我想我们尽量来思考 用比较能够省人力跟有效率 意思就是说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还是比较精简 不要乱花政府的人力的情况下 来达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它入库就是做一些 那个大体的一个调整跟搬运 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把人力锁定 专门来做这个 应该也不用用到太多人 是啊 我希望说我们的硬体跟软体 都可以同步升级 我们好的服务 我们本来就是独步 独步全台的这个殡葬所的这个服务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它取消掉 然后该有的硬体服务 该有的门面的清洁环境 没有用好之外呢 反而还把原有的服务取消掉 那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比较手到底在干什么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个服务会尽量来完成 就是说您讲的这个服务 我们尽量来把它完成 然后甚至这个环境 我们也好好去 这个请这个处长 开个专案会议 然后在我办公室 我也会参加 我们来思考 好好把这个环境一起改善 因为这个是您的期许 我们也非常重视好不好 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特别请市长到 那个被许台来 这个是相当对 不管是对市政 甚至对市长本身您 都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这一项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做一个 来做一个处理 以上就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刚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振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真厉害啊 基隆 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夢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泰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压力组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隋люд人 你这样停车无違規喔 既然停泛合法驰募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 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继续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 的朋友们能够方便同行